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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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喔 昨天我們看了這一題嘛對不對 所以就會解了嘛 那我們看下一題 那下一題第四題 第四小題 第八題的第四小題這一題 他是蠻經典的一個題目 就是說 我們都有講到對稱性 這件事情 指數和對數它是對稱在y等於s s等於y的這條直線上 我們就會有一些 提醒就會依附在這個題目上面 所以我們看第四小題這一題 好那你看一下他今天整個題目他有說y等於2s次方跟y等於2-s 他有焦點 所以他有一個 指數函數 那他還有一條直線 好那他們有一個焦點叫a點 那結果再往後看的時候 結果那條線呢又跑去跟對數函數去找焦點 同樣的線啊 好但是他跑去跟對數函數去找焦點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那他的焦點是b點他會問 這個時候的a點跟b點的 a坐標相加會給多少 他會問這兩個相加會給多少 所以這個題目啊我們如果單純要算的話 你應該算不太出來 為什麼因為 你要解這兩個的焦點那你要去解連例嘛 啊你把一個指數跟一個什麼 那個長多相式去解連例的話其實 不是那麼好解 所以我們應該是畫圖出來 所以我們就把圖畫一下 幫助思考 好所以圖不難畫出來 好我們在坐標軸上先把指數的圖畫出來 好那這是y等於2的s釋放的圖 那另外一個再把誰畫出來 再把對數畫出來 對 對數是綠色的 所以綠色的圖畫出來 好那最後他講了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呢他其實他心機還蠻重的 你看一下 他寫y等於2解的s 你知道他 他寫這樣其實很不自然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對於一條直線的呈現 就是a加by 等於c 這種寫法 不然就寫y等於ms加b 對不對都會把ms寫在前面 可是他故意寫2解的s 其實他有一點點想要藏這件事情 就是y等於-s加1加2 他如果你想要藏這個y等於-s加2 這種感覺 因為他如果寫這樣的話 你應該很快就看出來 斜率等於-1 那你看他斜率等於-1 你會想到什麼 所以我這個地方就是他想要你去 他想要藏一下 讓你不要馬上看到 就是說 如果y等於-s加1的話 加2的話 那個斜率-s啊 -1啊 其實會跟 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的對稱走怎樣 垂直 因為他們的對稱走是誰 y等於s 那y等於s的斜率是1 那你現在給我的藍色線的斜率是-1 那1跟-1它代表什麼 相乘等於-1啊 那相乘等於-1的兩直線就是 就是什麼 垂直 所以我們發現這兩條線是垂直 好那之後我們再來看題目 好那我們都知道說 紅色跟綠色他們對稱於 灰色這條線 就是y等於s 好那對稱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在國中講過 國中的時候就講過線對稱 線對稱的特性是什麼 對稱點 連起來 會跟對稱走發生什麼 垂直 所以我們就看到 這裡有垂直啊 那不難想像 那請問一下 如果這個點是綠色租行上的點 那如果對面有一個點跟他連起來 是垂直的話 那他就有機會當對稱點 因為對稱點不是說連起來垂直就好了 還有一些特性 但是 我現在發現對面只有一個點可以跟他連起來垂直 為什麼 因為 過這個點 跟對稱走垂直的點 都在藍色線上 而藍色線上又在紅色圖形上的只有一個點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大膽的說 你的對稱點就是他 也就是說你今天題目講的 紅色跟藍色的焦點A 跟綠色和藍色的焦點B 其實他們兩個就是對稱點 你懂嗎 如果我找到對稱點的話 那以前我們在國中學到的對稱點 還有第二個特徵 除了連起來會跟對稱有垂直 第二件事情就是對稱點的中點會落在 對稱軸上 這不難發現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發現你告訴我A點的α坐標 那Y坐標是什麼我隨便 但是他有講就是2-α 那 第一點呢 座標是β 逗點2-β 好那請問一下中間這個點座標已經確定知乎出來了 就是 相加除以2 逗點相加除以2 那2-α跟2-β相加除以2的話就直接寫 2- 這好難寫喔 這位置好擠 我要寫在這裡 2點2分之2-α加上2-β 除以2 好就這樣而已 好那今天我們要問的問題很簡單只是問α加β是多少 那如果只是問α加β多少的話那他答案已經解決了為什麼 因為中間這個焦點啊 其實我們知道他其實就是誰啊 他就是y等於s跟y等於-x加2的焦點 那這個焦點座標解一下連0馬上就出來他其實就是1-0.1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地方是1 這個地方也是1 可是後面那個1我不用管他了我只要管前面這裡 因為α加β除以2等於1那是α加β等於多少 答案就出來了2 好所以答案就結束了 OK這樣看一下喔 好所以這個題目啊除了你畫圖之外其實還有很多解釋的地方 就是說你要證明說這兩個點就是對稱點 因為對稱點他連起來會有垂直 可是你先看到垂直 結果對面紅色圖形的讓你垂直的點 就這個點那所以我就估計他是 對稱點 那他是對稱點之後終點就在對稱軸上 對稱軸上那個點我剛好又找得到 因為他就是y等於s跟y等於-x加2的焦點 所以這題就結束了 好 這樣有問題 好所以這種 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是對稱的 現對稱的這個提醒啊 其實我們會在 後面會有一些題目看得到 好那其中有一個題目我們在後面的 那個什麼學測題裡面有看到一題多選 他問過這句話 他說下列敘述哪個正確 那其中有一句話的敘述是這樣子 那我就不放到後面 我在這邊講 他就說 如果y等於 a的s次方 和 y等於 5s 交2點 那麼你可不可以推論出 y等於 log 以a為底 s的對數 和 y等於5分之1s 也是交2點 所以我們後面有一個題目 線的話我應該沒背錯 y等於5s跟y等於5分之1s 好也就是說 他說他跟他如果在 圖形上是一個交2點的情況 好那個a勒 這個a是什麼我就不用多講 反正他就是一條 指數函數 好在一個 可行的a 裡面他如果可以跟y等於5s交2點 那這個時候a 這個對數函數就會跟5分之1s的直線也會交2點 好那理由是什麼 因為這兩個是什麼 對稱對稱誰 y等於s 而這兩個剛好也是對稱誰 y等於s 你說他們兩個有對稱在y等於s 其實我對稱在y等於s有一個特徵 就是你的方程是只要把原來的s 改成y y改成s就好 所以你看到下面這個直線 你可以 你可以稍微把它圈起來 因為這樣寫成這樣的話 你看不出來它跟上面y等於5s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這樣改寫一下 我改寫 把5乘過去 就變成5y等於s 那5y等於s的話 唸起來有沒有很像把上面的y改成s s改成y就好 所以你就看出來 你竟然是上面的對稱過來 而且對稱的軸是y等於s 那你原來在這條線上對稱過來就是這個 所以你剛才在左 他的左上角發生的事情 現在在右下角也要發生嘛 所以這種提醒的話就很常見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樣就好 就變成一個統稱 因為我現在是給真的數字 那以後的話它可以寫y等於ks 跟y等於k分之1s 交以2點對不對 這對呀 因為你上面是已經發生 那我下面這邊就是一定要跟著發生 為什麼 因為我只是把你一樣的事情 透過y等於s這個對稱軸 近射過來 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情 好到這邊可以喔 好所以這就是他的做法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後面會遇到一個提醒 好啦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在對數函數裡面 我們有察覺到對數函數 它在底數不同的時候 它有真跟減的特性嘛對不對 真函數減函數 好再來第二個 我們竟然確定 對數它出來是一個函數圖形 那我們就可以觀察它的函數圖形有一個特徵好 那這個特徵呢大家可能都 沒有很在意 沒有很注意去看它 但是你實際上要先了解有一個特色 就是對數函數的圖是長這樣 它長這樣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講 所謂的函數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向 往下嘛對不對 好可是我們現在要講一個關係喔 這個關係叫做可逆推性 就是說當我給你一個s 你對應出來這個函數圖形可以得到一個y 這個叫做函數 因為我們現在函數的條件就是 你給我一個s我就要告訴你一個y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不小心發現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 當你給我一個y 我也可以透過這樣得到唯一的s 你懂我意思嗎 那以前的函數只要s能推到y就好 可是 y推回來可能會推到很多個s 比如說我的圖形式還有拋物線 我給你一個y 請問一下你有幾個s 你可能會有兩個s 可是你給我一個s 我只會有一個y 因為你給我s等於1 我就告訴你y等於多少就好 可是你告訴我y等於1 那可能我回來告訴你 s可能有兩個答案 就像 這裡會對出兩個s 好那這種答案呢 這種圖形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會做逆推的動作 好可是對數函數它是可以倒 它可以逆推 其實它的逆推其實就是什麼函數 就是指數函數嘛對不對 因為對數就是從s推到y 那如果你要從y推到s 那就把它轉成什麼指數函數來推就好 好那我要講這個的目的是告訴你說 所以未來 我們可以告訴你如果有兩個函數 他們相等 他們相等 好那這個時候因為這就是y坐標 那他們y坐標相等 那這個時候我們從剛才的對數函數的圖形得到 一個y坐標它只會推出一個s坐標 因為它的圖形是長成這樣 所以你給我一個y我對歸來 它只會對到一個s 所以 我們不會去懷疑 a跟b是不一樣的s 因為a跟b放的位置就是s變數嘛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函數出來是一樣 那就是代表y一樣 那這個時候所對應出來的a跟b就會一樣 所以a跟b是同一個點 所以a跟b是相等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我們得到 同底對數相等 代表真數相等 好可是泡物線敢不敢這樣 不敢 我告訴你我的泡物線y坐標等於3 那個泡物線y坐標也等於3 所以請問一下他們的s坐標會不會一樣 但是不一定喔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是從函數凸 凸數凸得到它的可逆推行 好那可逆推行這件事情 我們在第6側的時候 也就是選修下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你 這叫做 反函數 Inverse 反轉函數嘛 你把函數從這樣推過去 這樣改成那邊推過來 那就反函數 那反函數的存在就是 有一些條件 OK 好那 我提這件事情是為了要傳達 左邊這句話 第9題 的第1小題 第1小題它告訴你說 從函數凸 其實我們看這一題都是直覺性做 可是 你要去好好想一下 你的直覺性做其實要根據 那個根據就是可逆推 好所以 函數凸 我知道它可逆推 所以 當我看到兩個log相加 那我就會希望他們回到同一個log的圖形 也就是 銅底 你要把它畫在銅底裡面 好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兩個log 它底數是不同的 它底數不同的話 那你就想辦法把它變銅 那變銅的方法很簡單 把這個4變成2很簡單 把這個2變成4也不會太難 為什麼因為2要變4不是乘以2喔 平方就變成4了 我們用次方 OK 好但是問題是 2變44變2都可以 那哪一個變會比較好 其實我們答案是OK啦都可以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我就把它算式寫一遍給大家看 因為你平方告訴我這樣嘛 那我就會默默的做這件事情 好可是你要注意一下我的2 上面2下面也要2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時候分 那個底數的2提出來當分母 增數的2提出來當分子 那2分之2其實就是1啊也沒事啊 對不對 就出來 好那這時候我就創造出同底了 那既然同底的話 那我就可以得到增數相等 所以同底相等 代表增數相等 好所以我得到我的結果 叫做s-3的平方 等於s-1 所以我已經順利的把它從對數方程式變成 平常的多項方程式 所以我會解多項方程式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解這一題 好可是這一題我要去註明的事情是 如果你這樣子去解的話 解出來的答案會有兩個 為什麼 用看了就知道 紅色式是一個幾次式 是一個二次式 好如果它是兩個答案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斟酌一下 因為可能你會有一些陷阱 好但是就算只有一個你也要斟酌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在算的這個題目 跟原來的題目是不一樣的 你寫的這個叫做多項方程式 多項方程式不會告訴你 什麼樣的解我要 什麼樣的解我不要 就是什麼我都要 可是對數方程式 它其實它本身 它的等號發生的時候要建立在 它存在 你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你說它相等是不行的 所以當一個題目被命名出來的時候 你要先有一個環境設定 那個環境設定就是 它是存在的條件 所以你不用去質疑它不存在 不用質疑去這個題目不存在 而是要 肯定這個題目已經被出出來 所以它應該遵守的條件 就要把它寫出來 所以我現在講的就是 自然條件 增速要大為例 好增速要大為例 這樣聽懂意思嗎 所以綠色這兩個條件很容易 大家就 不會把它拿出來 為什麼因為它其實不是來算答案的 它是拿來幹嘛 淘汰答案跟檢查答案 對不對 它其實是拿出來淘汰你今天紅色算出來的答案 能不能放在這個題目裡面去讓它有意義 因為你寫出一個無意義的東西 OK啊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只是要呈現出 增速相等 好那請問一下如果我增速創造出一個很 很詭異的增速 比如說0等於0 可以啊 0等於0是 在這個等式裡面是可以發生的 可是在對數裡面它是不可以被 它不被允許放在增速的位置的嘛 所以你不可以創造一個答案是不合 不合這個題目的存在性嘛 OK懂嗎 所以綠色那個條件就是存在性的調求 那我就稱這個東西叫做常識 所以也就是一個題目輸出來的時候你要把常識寫出來 所以我們在上次小考的時候你應該會有一個題目 我問你α瓶加β瓶的最小值或最大值 結果大家寫出來答案跟我有落差 而且你的最小值比我的還小 我說老師可是你的答案會比較大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注意到我講的αβ是10根 所以在那個10根的環境之下你要先回到 係數去要求什麼 判別是大於的於0 你懂嗎所以有一些環境啊它不是解題要用的但是它是一個什麼限制 所以有10根你在那個244裡面判別是100%就要大於的於0 而那個判別是一大於的0 你可以帶進去的a就有限制 就不會說你想要多小就有多小不是 它可能就變成區域的相對極致 這樣子 好所以這一題是這三個去解 好所以這個地方我就講到這裡 解的部分就不用我講 OK好所以我們要看下一題 好所以下一題這一題 請問一下老師那這個我怎麼解 好這個環境一樣喔 它兩邊喔 它這個時候我們又發現另外一件事情 老師那從等式你可以做那不等式怎麼做 好那不等式的做法的話 我們的環境也就是說 你為什麼你函數完會比我大 那可能跟你增數有關 對不對 好但是我們有說過 我們的對數函數啊基本有分兩種 一種是增函數一種是減函數 增函數就是越大 增數越大 整個函數就越大 OK好可是如果是減函數的話 就是增數越大反而值越小 因為它圖形往下走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看這個 基本上這個大雨能不能代表 增數的大雨 其實要還原什麼看底數 可是現在底數兩個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底數 串造成什麼樣 一樣 所以我們就要把底數用一樣 好所以這個用一樣的方法 很簡單跟剛才很像 因為你發現二分之一的平方就是二 就是四分之一 好這樣就用好了 那這樣用好的話其實你沒有改變左邊的數字啊 對不對所以你已經創造出了這句話叫做 LOG 四分之一 S減三的平 是大於右手邊 LOG四分之一 第五減S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通常都會很 很自視的什麼 左邊大於右邊 那所以左邊的所有東西都大於右邊的所有東西 其實不進來 你的關鍵是要從誰來判斷 從底數 現在底數一樣的時候如果等於的話就等於 可是 如果是不等於的話 那上面就要有一個關係的討論 就是你為什麼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圖形長怎樣 我們稍微在旁邊畫一下 四分之一圖形長這樣 那為什麼你LOG完之後左邊是比較大 因為我發現在LOG裡面 這個就是這個點 比這個點 這個點的Y座標比這個點的Y座標大 可是他的S座標比這個S座標還要怎樣 小因為他在左邊 這在上面所以 上面但是在左邊所以 Y大 S小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件事情 因為你是減函數 所以你左邊函數出來大 那表示幀數會比較怎樣 小 所以有這個概念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 A減三平 跟五減S 他們的關係是建立在 改變方向 小於 從大於改成小於 好所以接下來就寫 二次不等式而已 他就是稱為高次不等式 那在寫的過程中別忘了自然條件 什麼自然條件 原來的題目的環境喔 記住喔 你不是A減三的平方 你要回到原來的題目 你看到原來的題目 他寫A減三 所以你是針對原來題目的存在性 而不是針對你後來衍生的存在性 如果衍生後來的存在性的話 你A減三平方大於0 只要不等於三都大於0 可是問題原來的環境是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你可能會忽略掉 可是有時候 你在仔細觀察 可能綠色這一塊 連碰都不用碰 為什麼我要講這樣 因為如果一開始的題目 如果現在紅色寫的這個平方 本來就是存在的 如果他本來就是存在的 你不要因為這樣子就把這兩個拿掉 你不要這樣子就把它拿掉 因為可能你把它拿掉之後 你就以為怎樣 我要討論A減三大於0 不用他原來的題目如果有這個平方 那你只要A減三不等於0就好 為什麼 因為平方之後一定是正數 只要不要是0就好 所以你只要討論S不等於3就好 所以有時候你要看一下環境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 最後一個技巧 就是這個 第三個 好 所以 當我們變成下面第三題的時候 老師那這一題該怎麼做 左邊有LOG 可是右邊沒LOG 而且左邊LOG還漏一大堆 LOG的LOG的LOG 然後漏一大堆就怎麼辦 所以我再教一下 有一個簡單的小技巧 所以 到第三題他已經是綜合應用了 所以我們就不慢慢做 我們就來直接寫一個結論 那結論就是 如果當我傳達這句話給你的時候 你會把這一句話變成一個什麼樣的話 變成這樣了一句話 你可以直接變成下一句話就是這一句話嘛 這個就會變成這句話 好 可是我們可以直接變成下面這句話其實也等同於 我把上面這件事情 那個等於C啊 我給他設定了一件事情 他其實LOG A A的C次 這個C有沒有等於這個 有啊 因為 左邊用A為底 那我右邊也用A為底 那這個時候我的幀數就是A的C次方 因為LOG以A為底 這個C就提到前面去 就C乘上LOGAA 那C乘上LOGAA不就是C嗎 好 老師你為什麼要大飛周上變成這個 因為 如果你走的是基本款 基本款就是兩個LOG相等 在同底相等的時候 幀數就相等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看到 B等於A的C次方 所以如果我慢慢做的話是這樣看 可是我們已經有一個默契了 那個默契是什麼 你可以不用寫出我右手邊寫的這個 你就直接把這個A丟過來 你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要呈現出來是你沒有寫出LOG你也可以知道它相等 是因為 你有這個直接丟過去變成A的C次方的技巧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想要建造一個環境 那個環境是 如果這個等於改成 別的方程 別的不等式的話 我可不可以繼續執行 直接把它丟過去 把你的大嶼的地 這個地方傳承下來就好 答案是傳承下來的時候要考慮什麼 變號 你可能傳承下來的時候 你等於的時候當然就繼續等於 可是你如果是大嶼或小嶼的時候 其實傳承下來可能會維持你的大嶼 可是有可能會變小嶼 那個 決定權都是誰 那決定權就是看這個A 為什麼因為從你剛才在看的時候 如果你把這個C視為 這個東西 你把這個C看成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個東西 大嶼這個東西 那幀數真的大於他嗎 其實是看誰的臉色 A 如果A大於1的話 那真的他就大於他 所以就繼續大嶼 所以你就好像真的一過去 可是要不要改編他 就看A A如果大於1好像就去維持 如果不信A小於1的話 那再看一下正確的解法 這個東西 幀數反而會小於他 所以你就給他編號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學到一個很快的技巧 那個技巧就是不等式 我也不用寫兩邊 我直接把底數過去當次方 底數次方 大嶼要不要維持住 就看底數的 看法嘛對不對 所以有這個想法囉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快速解這一題 好請看一下快速解這一題 好快速解這一題是因為我看到總共有三個LOG 所以我想要把LOG一個一個突破 因為我的問題在這裡 我被很多LOG包起來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LOG慢慢的打開 所以這個打開的過程中 你要先從最外圍的LOG丟 所以你要先把這個2處理掉 所以現在你看到是一個LOG以2為底一個括號 小於0 所以這個2就丟過去變成小於2的0次方 太短 2的0次方對不對 你把它當成等號的話就丟過去就是2的0次方 你現在只要擔心的事情是這個小於能繼續維持下去嗎 答案是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丟過去那個底數叫做2 2是大於1的 所以它是可以維持這個小於 好什麼東西小於 括號裡面的所有東西 我用藍色的寫 好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這個技巧 因為你總不能 寄望說你每次在比這種LOG的不等式 你一定要把右個 右邊的這些數字都轉換成LOG才能去比 你可以把它當成等式來思考 之後 那個不等式的時候 該怎麼編號再重新想一下 那就結論出來 好所以我已經寫出這個結論 好那寫到這裡的時候 2的0次方是誰 應該請你要默算一下 1喔 好有一個很容易錯的問題就是 它把它寫成0 這樣 好那下一件事情的話很簡單 就請你把這個2分之1丟過來 那你就會看到2分之1的1次方 可是這一次丟過來的時候這個小於 接受到挑戰 為什麼因為你丟過去那個底數 2分之1是在01之間 所以它的大小關係就會產生什麼 變好所以小於改成大於 剩下的東西 增數就繼續留著 所以你看我這樣一路去LOG 去了第一個LOG變成它 再去第二個LOG 已經變成它 所以我再去第三個LOG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把最後這個2來再丟過去一次 2 2的1次方就是2分之1好所以就寫出了這個 那大於有沒有改變沒有因為 丟過去的底數是這個 好那最後 增數繼續留下來 好結果 出來 好所以我目前來看的話我再解決題目 我把這個題目寫出來的不等式 我開始去LOG 去到最後就折到這個 好所以這個地方就出來 好到這邊有問題 你這樣 對啊 那我錯在哪裡 所以我們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綠色的討論 我們上面在解題的時候是不是都在解 不等式的題目 可是最後我們都沒有從題目的這個不等式去解題 我們最後又列了兩個 個別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在解的這個過程 其實都在解這個不等式怎麼處理掉 可是你有沒有去解決這個問題的存在的問題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注意到你今天總共看到三個LOG 那三個LOG 對它來講就有三個幀數 所以你今天還有一個問題還沒解決就是 對三個LOG的三個幀數 你有沒有去定義出它的範圍 因為一個對數要能存在它的幀數要有限制嘛 當然它的底數也要有限制 可是它今天它的底數根本不用你擔心 為什麼因為它底數是一個什麼 時數 是一個已經確定的常數 所以它不需要你去擔心 所以你要去擔心的是那些變數所造成的幀數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得到藍色這個結果 我現在黃色銀光筆得到這個結果 是我 針對不等式寫出來的答案 可是你還沒有針對題目的存在性寫出答案 好所以題目的存在性在哪裡 所以我現在把這裡擦掉 題目的存在性我們來看一下 針對第一個LOG來講 它的幀數就是誰 它幀數就在這裡 LOG 1 括號LOG2S 這個東西就是它的幀數 所以對這個LOG來講這整個綠色括號都是它的幀數 所以這個幀數一定要滿足什麼 大約0 所以你還有一個不等式還沒解 好 那再來勒 對於第二個LOG來講 對第二個LOG來講 它的幀數在哪裡 它的幀數在這裡 這裡 它的幀數也要大於0 你還沒看到 好那請問一下第3個LOG 到了第3個LOG的時候 在這裡 第3個LOG的時候它的幀數在哪裡 它的幀數比較可愛一點 就只有小小的一個叫做S 所以只要這個S在大約0 所以 你解了一個黃色的結果 可是下面還有3個綠色的結果 你還沒有寫完 所以這3個 這總共4個東西去解連0 好 那也就是說你看今天這一題如果沒有交 快速的把LOG的不等式 趕快處理掉的話 那你現在下面還看到有3題 LOG不等式要解決 所以你現在這個解決掉下面這3個解決 好不好解決 很好解決 因為你已經找到那個小訣竅了 那個小訣竅怎麼做 這小訣竅 這個就不用做了 這已經OK了 好那我們就看這個 這個怎麼做 你只要把2丟過去就好 那大於要不要變 不用變 所以2的0次方 好那這個2分之1要不要丟過去 要好 但是丟過去之後變成2分之1的0次方 大於要改成小於 好誰 LOG2S 之後再把這個2再丟一次 所以最後又得到一個什麼 2的1次方 好小於還是繼續小於 所以就得到這個範圍 好所以 我們依序就寫出了這三 增加這三個綠色的條件 再配合剛才你算什麼 喔好 所以在依序配合你剛才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開始把圖畫出來 它的可行節範圍 因為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交錯的範圍 第一個範圍你看到的是根號2 你說你要大於根號2 所以我就幫你畫出來 好那你這裡你說什麼 你說你要小於2 好所以小於2我就把2畫出來 這個問題他說2要大於 X要大於2的0次 2的0次是誰 是1 所以1就畫出來 所以他說S要大於0 S要大於0 0我幫你畫出來 所以在這四個條件裡面 唯一看到的交集 就在這裡 那這裡畫就是根號2 跟2之間 所以當然就出來 OK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很複雜的 你只是解不等式 那解出來的答案 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漏洞 而且我也會這樣跟您講 就是 你今天解出來的答案 可能你的答案怎麼用不到 為什麼 因為其他限制可能會夾出更小的範圍 因為其實這個叫做交集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全部的都要滿足 所以叫交集 這個交集可能你的線索 即使不是一個很重要 對我的答案是沒影響的線索 就像今天這個的結果 你會發現大於0根本沒差 就少寫的這個也沒差 可是你 不可能一開始就知道誰沒差 所以你全部都要列出來 再去找交集 這樣懂你是嗎 所以這一題 一樣回到我剛才講 最難的應該是綠色這一塊 紅色這一塊 原來不等式的那一塊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 他叫做不等式 所以一定會解決不等式 可是你比較不會去解決 他背後的那些小條件 就是存在性的問題 所以請你要注意 只要解決 對數的 什麼 等式不等式 其實都要有很小心的 最後要先 不然就是一開始就先寫一個 真數 的存在性 那這個 題目 其實我們都討論真數的存在性 是因為他底數根本沒有問題 如果他今天底數也是用未知數寫的話 那你底數也要限制一下 底數要怎樣 大於0 不等於1 OK 好在這邊結束 好這一題就講了 好所以這一題 我們甄列了這三個不等式 這個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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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是最容易忘記的 好那後面的解法就是 依此類推而已 OK 小心要變他的方向 該變就要變一下 好那最後我們看 在對數不等式裡面 其實有一個最後 的這個結果 好那這個結果就是其實我為什麼剛才要講那一個動作 其實就是呼應剛才 我們直接把這個三 直接把那個底數丟過去 所以這一題 第三題其實就是把它直接丟過去 不然你還真的不好寫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叫做左邊是LOG 右邊這裡是 線性 你說老師這個是LOG 這個不是LOG 這是數字 LOG32它其實是一個數字 就是 0.4771分之0.301的這個數字 只是它數字稠了一點 好可是它會寫 這個數字其實有它的道理 它也可以不要寫LOG也沒關係 反正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左邊是LOG 對數函數 右邊是一個什麼 線性函數 而你的增數竟然是一個 指數函數 所以這一題 講白一點 這一題就是極大乘 為什麼 因為它把指數函數 對數函數 線性函數 全部都給你放在一起 寫出一個不等式 好那我們通常以前都被灌輸了一個觀念 就是當你有一種不同函數去解決等式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找解 所以我們通常都只會問一個問題 會問你有幾個解而已 就是叫你畫圖試試看 可是它今天這一題它不是找等式 它是要問你 請問一下這件事情小於的時候 不等式的範圍 所以也就是說這一題它要你真的下去解 不是畫圖就好 好所以這一題要怎麼解 其實它的動作就是剛才的那個習慣 如果你建立好之後 你就會動不動就把山丟過去 把它寫成這個東西 好那你注意一下 我們剛才在丟過去的時候丟過去這整個東西都當你的翅膀 所以我今天把這個山丟過去這整坨東西都放在翅膀上面 這整個東西都放在翅膀上面 好那請問一下丟過去那個小於會不會改變 答案是不變 為什麼因為它底數大於1 所以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之後我們就覺得 老師那你右邊 產生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但這個恐怖也還好為什麼 你看有一大堆很奇怪的東西 加可是它加在哪裡 它在哪裡加 它在翅膀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 在LOG指數裡面 3的指數裡面 你的翅膀是用相加的話 那代表什麼樣 同底相成 所以你就開始改寫它 所以你就把右四這個式子改寫成下面紅色這個式子 這個時候你就豁然開朗 為什麼 你單純的包裝了這個 因為你看到這個就會覺得它跟它很像 因為它們兩個關係就是一個什麼 二次四的關係 好那這個東西是一個數字叫做3 而這個東西 透過我們對數率裡面的底針互換 其實不變最後一個結果 就是運算技巧裡面最後一個結果 這個3跟2對調 就會創造出2的LOG33次方 如果你忘記這個技巧那你去看一下前面 前面有告訴你這個底針是可以互換的 這是一個技巧 那為什麼你會想換 因為你這個丟上去之後 LOG33你知道答案 可是你不知道LOG32的答案 所以你會換出一個你好看到的答案了 所以我現在圈起來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什麼 2 它是2 它是2 為什麼因為它是2的LOG33次方 好如果你 看不出來的話你就自己慢慢的把它寫上去 你可以把底數 3跟上面這個2對調 那就變2的LOG33次方 那就2的一次方 2的一次方就是2 OK所以答案出來是2 好那請問一下老師那你把你的題目改寫成什麼 我把我的題目寫成的這一句話 好3的 3乘2等於6 好啊老師 人家是3的s為什麼要寫成這樣 我前面有告訴你 你要有動不動就會看到3的2分之s次方 其實跟3的s次方其實是平方關係 如果是3分之s次方的話就是3次方的關係 好那為什麼要現在寫成這樣 因為我現在在寫 我的問題放在次方其實真的很難算 好除非你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兩邊同取LOG次方就拿下來 可是這個時候你不會那麼衝動 因為有一個人阻止你 那個人叫做加8 如果沒有加8 兩邊同取LOG我也會用 可是你今天有加8我就不能用 為什麼因為你對這個東西取LOG之後 這個加8是沒有辦法 帧數相加是沒有辦法拆成兩個LOG相怎麼樣 都沒有啊所以你不要亂用 所以這個時候不能做 那你就專心的看 那不如就把這個設為新的代號叫A 這個新的代號叫做A平方 那所以他就變成一個A的二次不等式而已 好所以你就創造出一個A的二次不等式 所以 LIN A 等於3的2分之S所以 解題解到最後你會 突然就說啊這個東西就設計一個新代號 好可是有時候這個新代號一設定好之後 我快速解一下 你不要太高興就去做了 因為你就開始這樣子去做就會出事為什麼 因為你設定這個代號 而這個代號也是別的代號所設定出來 A這個代號是用這個代號做出來 而3的2分之S四方所做出來的所有答案 一定都是正數 所以這裡有一個 自然條件叫做A大於0 因為你等一下會從紅色這個不等式寫出A的範圍 好這個A的範圍 你要有知道它已經大於0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範圍如果有 小於你的那個區塊你就把它切掉就好 好但是這個是 未雨綢繆啦 會不會變 變成什麼樣多綠了 其實你算一下就知道所以這個地方 是減2減4嘛對不對 所以最後它的答案是 2小於A小於4 對我多慮了 但是問題是如果今天它不是的話 那你就要把它寫上去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結束一個 老師負2到A到4 老師那個負2我真的解決不了 對因為解決不了是因為 根本不可能會負2 你懂意思嗎 所以今天 能沒事就沒事 如果有事的話這個下面就要下來 救援一下 好那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解除這個 可是我要的不是A的答案 我要的是誰 S的答案 所以誰是S 這個A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把它改寫 好那改寫成這樣的話 老師那你怎麼知道次方 好所以這個次方是多少 這就等同於 3的幾次方會等於4的道理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大家同取什麼 LOG 但是以誰為敵 以3為敵 所以就得到這個東西 好就寫好了 好可是最後要有的是X的範圍 所以把這個2A丟給大家 所以大家都從乘以2 所以會默默的在這裡寫上2 默默的在這裡寫上2 好啊可是有時候我會喜歡把這個2放在哪裡 我會喜歡把這個2A 放在 次方上面 這樣就好 為什麼因為丟進去嘛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明顯就看得出來 S小於什麼 LOG36 跟大於LOG30 好這就是它S的答案 所以它是用LOG回答答案 好所以這題就結合了 好所以這一個第四題 它算是對數 對數不等式 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為什麼因為它同時結合了指數 對數還有線性 那它有不等式在裡面 好 那當這個題目解完之後 其實有些同學會很細心 但是那個細心它馬上就會 當作啊算了這個不用考慮 就是什麼 就是LOG這個增數一定要大於0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題目只要有看到LOG 我們都要很小心檢查每一個 題目裡面的增數 所以這個題目裡面的增數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這個2已經大於0不用你看 這個本來就大於0 為什麼因為2的S次方是正數 加8還是正數 所以我一定大於0 除非它今天下了一個指定是3的S次方 減9 哇那就不一定喔 你那個S就要大於2啊 不然3的S次方減9小於0 就不得了了 也不能等於0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稍微檢查一下 那今天這個地方 忘記檢查也沒事 可是我們還是養成習慣檢查一下 OK 這樣問題 好沒有問題喔 這樣就解決囉 OK喔 可以喔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第5題打新號 第5題大多數的同學都會寫錯 那我就想一下你寫錯的原因 因為你可以 很輕鬆知道這兩個互微導數 你已經被設定了好了 那我要順便先暗示一下 這一題它其實沒有用到這個 但是我們以後也要有一個習慣 互微導數的特徵是相乘等於1 可是我卻給你相加 那你就要有一個合理的連結 那個連結就是誰 對相加跟相間 相加跟相乘的連結就是 兩個相加 除以2 會大於等於兩個相乘 開根號 好 這地方我把它移過來 所以最後就會得到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會大於等於2跟號2 2跟號1 好到這邊有問題 好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多選 你看到這個選項 你就會很想選它 我這樣講就是 不能選它 老師你都這樣講 請問下來 我們會有想到這件事情 可是你要想到這件事情 要有一個環境 因為在所有的不等式裡面 其實最討厭的就是 算幾不等式 因為算幾不等式 是一個 對 好 所以今天這兩個 我有說它大於0 老師它這 可能是負的 對沒錯 為什麼 因為LOG 它的長相是長這樣 這一大段的東西 都是負的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LOG3S是正還是負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今天我會告訴你上面這句話是要提醒你 要有想到 可是想到不一定要做 想到的話還要去想到下一個層次 下一個層次是要發生這個樣的關係 一定要建立在他們兩個都是什麼 都是正數 好今天我還不能確定 它都是正數 所以 這只是提額 提額不用 但是提額你就要有小心 好小心什麼 它可能是負數 所以今天這一題 你會解錯的原因 你解這一題沒有用到我剛才那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又不是要你找這個的範圍 它要你找S的答案 所以最後你有一個東西 就一定會寫錯 因為你會設這個東西等於A 因為你讓他們知道的話互為導數 所以看到這樣一個東西 你就會很開心的做這個動作 好做這個動作繼續算下去 你就會發現答案怎麼會少一半 就跟後面的解答答案是不一樣 那所謂的 這個少一半是因為你做這個動作下來的時候 你是做了什麼 兩邊同層A 好可是兩邊同層A這個東西是 在 在習慣 在習慣 在什麼 我忘記怎麼講 這是再普通不行了 的一個動作 可是問題是你以前在做的時候是在等事 現在在不等事 不等事的話 請你尊重一下它 為什麼 因為你乘上一個負號 它會怎麼 怎麼了 我想說你怎麼突然變攻擊 什麼 這是球偶 對在旁邊 所以你看你同層A這個動作下來的時候請問一下你為什麼會覺得它不變 所以你有一個環境的設定 那個環境設定就是 喔原來你是認定它是正數啦 所以你就變成這是一個連例 可是等一下你還有一個A小於0的時候你乘完之後要改成什麼 大於 這兩個線事情連 那個什麼 貨 把它連那個什麼 連擊起來 懂嗎 好可是這一題我的建議是不要這樣子解 因為我說過你看得出來這是一個什麼事 這叫做分式 為什麼你把位置數放到分母 所以分之不等式的解法最好不要用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是討論OK可以 可是我可不可以把它合併成一個式子就寫決 可以啊 你只要一向整理一邊為0 製造出相除小於0 那你就會得到相乘小於0 你就可以開始解 所以這一題的解法其實你要小心 很容易忘記的是你在重塵的A是正數還是負數的可能 就這樣 好 這樣沒有問題 好所以剩下解法就教給大家 我不建議這樣解 不建議但是不代表不行OK 好 剩下插表 就這樣好下課 謝謝大家 我開始了解 我開始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